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龚俊,大家都熟知了 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他 父母是做小生意的 卖鞋,卖烟酒,开小卖布 皮鞋加工都做过 他在出道前,是一位模特 拍摄过很多类型的广告 比如婚纱照,剃须刀,交通银行,快餐,酒类等各行业 早些年并没有想过要学习表演 做模特的收入也能让他在同学中成为佼佼者 渐渐地,龚俊不满足于现状 当时看到有别的同学学习表演 也是好奇心作祟吧 他便对此产生了兴趣 这种好奇又向往的心态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他决定带着表演的梦想到北京闯荡 在这个偶像,演员,歌手一大堆的年代 竞争也是相当残酷的 最开始接到的角色肯定不尽如人意 演过2016年上映的《迥日之东京大冒险》 影片中饰演VK 有一口闪亮牙齿式角色的标志 故事讲的是已婚三人组去日本烈焰 还演过2016年上映的《刀剑缭乱》 剧中饰演披驴 剧中性格爽之有形 唯一一个短发造型 这两部以后 开始展露头角 而且凭借他硬朗的外表和模特的身高 不容易被忽视 开始慢慢地接了一些网络剧和网络电影的主演角色 但奈何这些剧都没什么宣传和名气 也就不了了之 后来 主演了由光线传媒 锋芒文化联合出品的盛世 剧中饰演下药 与退伍兵原纵阴差阳错的相识 而引发的一系列搞笑又感人的故事 再后来 又领先主演了由上海酷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龙果映画等联合出品的绝世千金 可是 看剧名就知道是不大女主的戏 资方直降朋友主角的扮演者郑角红 看海报的翻位 也看出女主高于龚俊 后来就能接一些制作的剧了 最初的展露头角是在游流失事 陈伟霆 徐海桥 韩雪 黄梦瑛主演的奇幻电视剧《最玲珑》 龚敬在支部集齐了大概20位 知名演员和老戏谷的剧中饰演十一皇子原彻 剧中坦率真诚 自由不羁 直到后来演了《山河令爆火》 进入了更多观众的视线 娱乐圈里 龚敬的成长之路还算快的 一直有剧可以拍 还有一些跟他同期搭档过的女演员到现在还没火 有的更面临转行 接下来 也非常期待他的2022年的新剧《我要逆风》去 前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